新竹市消防局近期接获孕妇集產的案件 消防隊員趕到報案的地點時 胎兒已經出生 後續也由消防隊員著手評估和急救處置 其中隊員李博義 畢業四年到分隊就有三次的經驗 我接觸到小朋友的情況 是評估小朋友的狀況不是說太好 可能媽媽自己也沒注意到 可能是生完比較虛弱一點點 說要把小朋友抱得太過於緊 然後變小朋友呼吸上 狀況上不是太良好 所以我對小朋友的呼吸先做處理這樣 今年服務函去授訓已經第四第五年了 但是我光到現在已經生了三次 接生過三次 但是其中兩隻也都是在現場就已經生出來 只是有一次比較急的是 生出來了小朋友沒有再哭 而且還有一個是期待還連在身上 胎盤還在媽媽肚子裡面都有 很特殊啦 因為其實很多學長做了二十幾年 也才接過一兩個 然後我是短時間內 幾乎每年接一格的速度在累積這個經驗 另一位一起出勤的隊員陳柏翔第一次遇到接生的案件 陳柏翔在學長的協助下也憑藉著過往的訓練 順利完成這項任務 會很緊張啦 但是我是告訴自己說如果表現得很緊張很慌亂的話 可能產婦或是他的家屬人可能也會覺得很緊張 所以我是要求自己說就不要表現出來這樣子 那也有兩位學長在旁邊有在負責幫我cover這樣子 所以整間救護其實算是蠻順利的 其實我自己也是做學弟過來的 所以我知道有時候剛第一次看到可能都會比較緊張 所以我是變成在現場是用領導的方式 一步一步帶著他們去做這個流程處置 救護人員到床處置後立即將母子送往醫院 隔天消防局也追蹤母親和胎兒都相當的平安 凱布新竹萬事聯採訪報導